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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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几年是逐年减少 一减少以后 一删除 比如同商以后 没有一年恢复到原来一 但是其他部会相关的金会都有恢复 只有你还现在变成只有7550万 你的分配数还跟台湾这样子状况一样 就是好 我们按照人口分布金门多少 马祖多少 这个合理吗 请你回答这两个问题 是 关于第一个问题 确实我们今天才发发那个草案了 还没有通过 那么因为这是编列预算的时候 我们是配合主机单位做这样的编列 那我不想是不是我们 呃 我们原以为统筹分配款 我们今年下马祖增加6亿多 哇 很高兴啊 结果是一致的 一波从原来省政府的专案辅助 移到那个去 哇 还是增加了一点了 还是有增加 还是有增加 哇 如果是这样子讲 根本没增加 堂堂双手就是零啊 对 其实你也很清楚 这些部分我是认为是 那个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事情没有做充分的沟通 我认为对金门马祖这个是很不 很不公平 不厚道的这样的事情 好 你这样我就不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咨询到这里 第二个 金马这个分配 当然如果按照宪法的147条规刑 对平级 省对平级之限才补助啊 你如果两个比较以后 讲起来 你省政府要补助的只有金马 7500万可能都是金门 都马祖 都补助马祖 也有可能啊 但是你做现在分了 大概马祖分2000万 大概是这样子吧 合不合理 大概一个将近5000万 金门是4900多万 那其他是马祖 那么其实它也比那个土地跟人口面积啊 稍微有加权去分在马祖上面 还是有增加一点点 如果像台湾现在就这样子分啊 就按照人口 按照面积啊 我们说你给我们一定的基本额 然后才按照人口等比或者再增加 结果我们连福建省都这样子分了以后 我们能说什么呢 我想因为最近这些年来 它已经形成一个就是大家共争的默契了 所以我想一上来 我上来的第一年的时候 我想这个默契啊 千不一千去打破 好 而且这个金额很少了 重新分配说 有时候金额太少到已经没办法做事情 是 好 其实我不在乎这一点 但是一个是基本的观念啦 就是说我们 我们讨厌说台湾对我们分配是愿人口愿面积的 结果福建省对我们金马 金门马祖的分配也愿人口面积 你说我们怎么说的出口呢 好 另外建国百年 我在文件会那边质询了 我总质询也质询了 其实建国百年真正的是 1911年有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 是他的领土之行 我们福建省 金门跟连江啊 结果我的标题就是 建国 开国建国 福建有功 庆祝百年 马祖没份 现在好努力以后 听说福建省给你一个项目啊 我不晓得这个项目是什么 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们在这个预算里头啊 因为就像这个常委说讲 你这个是250万的纪录片啊 对 文件会说给你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项目啊 不不不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这边提出来 因为我们认为就像您的观点一样 就是我们金门马祖 尤其福建省不宜缺席 因为真正的一百年 主一百年就这两个地方 文院长也讲不缺席了 但是我是认为他哪一点 哪一点小钱塞塞你牙分啊 你根本 但现在两个县都有在这个 我讲一个很简单嘛 开国现在黄花岗七烧烈士里面 光我们连江的有 连江跟蝉乐就有十个烈士 现在台本金马当中有哪一个 有哪里有一个连江黄花岗烈士碑 没有啊 只有在大陆广州啊 在我们马祖还有一个连江县九个烈士加刘六福一个 蝉乐的十个 我们在马祖有一个连江十烈士碑 黄花岗七烧烈士中 我们马祖就有十位啊 这个不值得明年三二九七年节的时候大师庆祝吗 是 而且当时只有你福建省啊 所以说台湾省还是1946年光复的 所以说要过百年真正是我们金门马祖应该是 那个热烈的庆祝才对啊 是啊 所以我说 结果我这样讲 今年的花车游行 有我们马祖 金门马祖 那今年没有 去年也没有 好 去年停办 好 在之前也没有 以前我们海金马自卫队 全球球气昂昂的参加国庆活动 现在金门马祖没有一个活动啊 明年的花车我们要不要参加 今年烟火第一次移到离岛 澎湖 哇 大标题的报道 明年一百年烟火要不要分一下 分一下东 那个金门跟马祖 这个我是认为 大家将心比心的去想一想 给金门马祖到底是什么 福建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你都不花声 怎么会有人注视你金门马祖呢 有有我我我也请文件会主委 哈 那么我也我也邀请他 他已经去了金门了 要去马祖 所以我跟他讲个观念 中华民国金马齐阳一百年 啊 这个 明明是建国一百年 你就是 我在国旗飘阳一百年 你还哪壶不开庭哪壶 所以那个我们 本来就是建国一百年了 什么齐阳 什么 这些都不必要 我认为没有 没有顾虑 没有避讳 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这个热烈庆祝在金门马祖 这是合理的 另外就是原住民基本法完成了 客家基本法去年也完成了 讲讲原住民基本法 是按照我们宪法征修条文 第十条的规定 当时在八十年修宪的时候 现在的廉家县县长杨崔生 担任国大代表 我就说 只要照着原住民走 跟着原住民走 就没错 所以说他在这个修宪条文下 就是说 付一个金门马祖一同 金门马祖人民一同 所以说 我现在在推金马盆基本法 受到很多阻力 甚至于连金门回文说 哎呀 这个有跟没有一样 不表示意见 盆湖还支持 如果我说盆湖不支持 也就由胡先生主导 主导金马 基本法吧 现在我们的修宪条文是 盆湖金门马祖人民一同 所以说我同样的 宪政的这样子架构来看 原住民基本法定了 我们盆湖金门马祖的基本法 也要跟着 也许现在我们找不到一个 领导 那个可主管的 包括内政部也推来推去 虽然帮我开了一次会议 那只是敷衍我而已 其实应该福建省要主导起来 我们先做一个金门马祖基本法 然后等着盆湖加入 希望你能够能够进行筹划 我已经执行过好多次了 这个是上位的 跟领导建设条例是不同的 领导条例是技术面的 是下位的那个立法 上位我们有宪法 第十条第十二项的这个根据 原住民做什么 我们就跟着做什么 我们人数不如原住民 但是我们乡亲在台湾呢 也不见得比原住民少啊 所以说我期待说 省政府应该去主导这件事情 帮金门 金马基本法 那个开始筹划 开始开始你远离 不晓得 主席 任中道远 你愿意接受吗 挑战当然是愿意接受 但是我还是需要由我们委员 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所有的相信共同来努力 我一定努力吧 我一定努力 但是现在我缺少一个激光 帮我帮我总成 我是认为说很简单 按照原住民的那个方向走 我们马上离岛就 那个就受惠无穷 何况还有一个客家 客家基本法可以参照 所以说我期待说 那个这一件大事 希望主委 那个希望我们主席啊 主席能够努力 另外好 那我再请一下 那个 那个台湾省政府 林委员 请林主席 那个薛主席你请等一下 啊薛主席 麻烦再等一下 林主席 其实 台湾省原来是一个实体的省 我们两省两市 现在台湾省也今省了 大概跟我们福建省差不多 但是现在台湾省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事务继续在做的 譬如说你的报告事项中 第四 12个车祸鉴定 这个是你省政府在做的 其实这个案子 这个可不可以移出去 福建省没有再做 第二个法治的人才培养 第八项法治的人才培养 第九教师的再申诉 这些案子可不可以跟福建省一样 都移到相关单位去 我不晓得林主席 我先说一下薛主席那边福建省是没有做的 对 那因为现在目前那个叫 举例来讲这个教师申诉平衡委员会的话 现在目前教师法还没有修正过 教育部也没有提出来 所以我们目前暂时还在带半量 那这样子如果修法完成了以后 大概这些这些都移出去 好 因为福建省这些没做这些工作 好 两位请回 那我现在我也不找任何时间 不找首长 其实我本来想找我的同仁啊 李直议长 但是没有 现在不需要 我这样子 其实我这一次在党案 那个金党奖颁奖的时候 我特别讲 党案这个部分是关系 特别是在政府机关变动的时候 是特别重要 那我看到那个省制议会 对党案这部分的这个保存啊 我个人是支持的 另外就是像武都 武都或者行政院改制 这些最容易档案的流失啊 所以说我期待说 我们包括两个福建 两个省政府跟支议会 保存档案是为 留存点赞制度最好的这个资料 希望你们一起努力